中一晚间一辆卡车撞入德国首都柏林离出圣诞集市 造成12人死亡 另外有48人受伤 所以事件今天早晨已经被德国警方列入一次恐怖袭击 而这让人们想起了在今年早些时候7月份遭遇到的恐怖袭击 根据德国新闻社DPA安全消息人士称 该卡车司机是来自于阿富汗或者是巴基斯坦的寻求庇护者 他在2月份抵达了德国 该卡车来自于波兰 警方觉得卡车可能是从一个建筑工地偷来的 共有两个人在肇事卡车上 一个是司机 另一个是乘客 根据警方了解是波兰人 卡车的主人阿里尔·如拉夫斯基 证实他的司机从周一格林尼志标准时间下午3点钟就失踪了 从下午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 我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是我的表弟 我们从小就认识我可以为他担保 卡车上的乘客被发现已经死亡 波林警方发言人温佛里德·文策尔说道 嫌疑人应该就是开车的人 该卡车在距离事故现场大约2公里处被发现 目前正在审问过程中 德国该圣诞集市是很著名的地方 也是旅游景点 此事件增加了对于恐怖主义的担忧 并且可能会威胁破坏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连任的机会 因为他持有着开放式的难民政策 德国选择党主席托雷泽尔在推特上写道 他们的死亡是默克尔造成的 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奇艾说道 我不想在此刻使用袭击一词 尽管很多事情都指向了他 就这个用词的选择在整个国家 这里有一个心理效应 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要做到按照事实结果来调查 而不是推测 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斯特芬·塞伯特在推门中说道 我们会为死者哀悼 希望那些受伤的人可以得到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我是杰克埃威里特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多高斯倍电视》 再见